三雕岭隧道 三雕岭隧道是全台第一条用钢筋做的自行车道 隧道有长115公尺的三瓜子隧道和全长1850公尺的三雕岭隧道 两个隧道相距只有20公尺 用走的单程大约要40分钟左右 三雕岭自行车道沿途风景秀丽 随时都可瞧见火车经过跨河铁桥上的景色 长115公尺的三瓜子隧道 有两公分的积水汇聚成的镜面水池 吸引了众多旅人前来朝圣拍照 是一个绝美的打卡景点 隧道内全都钢筋坐的车道 所以缝隙有点宽 身上的小配件手机或零钱 切记一定要带好不然掉了就回不来了 过来是总长1852公尺的三雕岭隧道 这条隧道的吸引点是 砖地上方有成群栖息的边幅 还有在隧道的中段沿地 有肾水滴落形成的中乳石墙 蝙蝠可以在2K100处壁上看见 但里面太黑停下来仔细找就会发现 这是隧道内看到的碳香盖结晶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乳石 隧道内很凉爽像做天然冷气 路途虽然有点远但并不让人觉得累 中途有休息 装水和上厕所的地方 但每逢星期一修馆没开放 我们直走至牡丹车站 坐火车回三凋零 牡丹老街 牡丹老街 牡丹老街昔日是个陶金小镇 就地名为武丹康 牡丹花绽放的彩绘墙面 是旅客们对于牡丹老街的第一印象 老街不长也不热闹 里面有一些小景点供游客们拍照 前往牡丹车站旁 有五谷去先生的一些作品 从店前到店内满满的生动画作和摄影作品 这两句狠台哦 意思是心里超不爽满肚子的火 很多游客路过时 大部分会在此停留喝杯咖啡再出发 牡丹车站是少数扇形弯道的车站 当火车行驶于120度的大弯道 就会形成车头、车尾互望的奇特景致 我们从牡丹坐火车回三凋零 车司15元不用走回头路只要三分钟 下了火车 又是一条不同的小道 路上热了这里有豆花和挫冰可吃 饿了 这里有提供饭食 不想骑自行车要不行走三凋零隧道的朋友 这样的行程很刚好不会太累 走完三凋零隧道 我们再去三凋脚灯塔走走 三凋脚灯塔 三叼角灯塔又被称为台湾的眼睛 它在夜晚时以最温暖的光芒来指引和照亮陶海人的回家方向 陈白的灯塔建筑 足球型的航路雷达 希腊风凉亭 以及爱心装置艺术 成就了三叼角灯塔 为极东的热门旅游景点 灯塔周围的风景都相当美丽 四处走走看看享受清风吹拂 三叼角灯塔每逢星期一休館 九点开放参观 台湾的眼镜三叼角灯塔 我们从灯塔旁的步道 前往台湾本岛的极东点 一路往下走 一百九十公尺就到了 按赞大拇指示极东点观景台 最醒目的在地标志 这里的视野相当好 下下看就是待会我们要去的马港渔港 站在这里欣赏笔直的滨海公路 看它延伸至无边无际的湛蓝大海 这样无穷的视野 让人深刻领略到大自然之美 我们继续前往下渔战 我们继续前往下渔战 马港渔港 马港渔港是台湾本岛最东边的渔村 在这个纯朴的小渔村里 有着丰富的潮尖带生态 百年古厕又称为石头厕 是台湾东北角海岸特有的建筑形式 建材取域当地的石头与礁石 采用叠石和层次交错的工法来建盖 我们来网友推荐的 马港走走食堂吃点在地美味 菜单 海鲜有新鲜份量不算多 整体还算可以 合计850元稍微贵了点 吃饱来潮尖带走走 这里的潮尖带也是游客们的免费细水景点 马港鱼港是台湾知名的 海水养殖九孔豹的地方 海水清澈又干净 难怪鲍鱼那么好吃 马港鱼港是个很淳朴的乡镇 清明的潮尖带和鲜鲜的海鲜 是个值得探索和细水的大自然游乐场 朋友们有空来极东游玩时 记得要来此走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